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观看小欧游台湾 这几位各位介绍为台南市南西区梅岭风亭区 如果想要来这边参观的民众爬山的民众 开车的民众可开自新化交流到预警的方向 往梅岭就可以到了这里 坐车的民众商话搭乘橘杆线 台南市火车站搭乘橘杆线至预警之后 转绿22线就可以到达这里 那我身后就是那个 我的导览板下面大概介绍一下 那我前面就是那个公车站牌 就是大公车下公车站之后 往前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导览板 等下大概介绍一下 那我前面就是那个导览板 大概为各位介绍一下梅岭这边的风景 位置大概就是在这里 就是那个公车站牌前面100公尺这里 然后等下我们就是 往大宗饮食店这边走 然后我们就是先走那个梅峰湖道 然后下面还有那个观音跟梅龙步道 我们今天都不走了 我们现在就走那个 梅峰跟舞龙步道 然后上面有很多那个风景区啊 大家就可以去 好这边也有大概介绍一下 好这边的生态啊 好梅峰古道啊 好可以看椰百合 然后 还可以看萤火虫啊 那个一些山啊 山脚南山 好一线天 好还有梅林赏名 那个 古龙跟 梅峰古道前进 好等一下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先往那个大宗餐厅那边出发 我前面这边是平路啊 我们直接那个 走往大宗餐厅 好看一下路边都卖个 那些柠檬的 产品啊 梅子啊 可以装装 我看下前面这个导篮板哦 看下前面这个导篮板哦 哦 哦 那个左手边这条 哦 就是往那个舞龙步道 然后 右手边这条 就是往那个梅峰古道哦 那個可以看到陰火蟲跟那個 野百合花 前面就是那個美鳳古道 的那個導覽板 大概介紹一下它就是 全長2.1公里 早期南華通往南西的釣道 就是從古道到山山採藥之類的 我要可以通往美鳳 然後先接那個五龍步道 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上山宮頂 好 好 我到那个前面那边路 我看下这两侧都是纸牡丹 非常的漂亮 我来这边还可以看到花和风景 爬个山运动一下也是相当不错 假日的话可以带家人在这边走投 也是很清明的步道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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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边是那个窄入 哇塞 这边视野真的太棒 哇 整个水库一然无遙啊 哇 风景相当不错 哇 哇 这一路上坡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tom互 amaz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边有个趴传人说EO如果... 怕走錯的話可以看我的視頻 展場精準引導 保證你不會走錯 你可以看著我的視頻 來走就可以 如果喜歡爬山的 山友 可以參考我的視頻 因為我那個山友下山 帶著小孩子來爬山 這邊一個不高視牌往右 我們就往右走 哇 這邊有那個山友在下山 哇還有一公里 再繼續 往前吧 再繼續往前 這邊路也算不錯啊 都有那個水泥空軌 是非常好走 我們爬山的時候 一定要用這個登山障 才會那個比較省力 上山省力下山省力 要不然下山 那個有的很滑 沒有登山站 你如果摔倒摔到脊椎 你就慘了 可能就那個抬下山 就負責抬下山 也是很危險 所以那個登山站 盡量能帶兩隻啊 尤其下坡的時候 是最危險的路段 反而是 比山坡還危險 雖然是輕鬆 可是很危險 很多山友就是 從山上摔下來 然後就發生那個 受傷啊 或是山難這樣子 所以注意一定要帶那個登山障 這是我的經驗 這邊喔 剩0.8公里 就是 會比較陡敲一點 沒關係 就慢慢爬上去就好了 安全第一 好嗎 好嗎 前面这边就 比较像原始森林 这边上去就是 路比较小,比较滑 没关系,要慢慢走就好了 前面这个就是比较难走的地形 用正山站慢慢走就好了 前面这边的路 有山有下山,这边比较危险一点 后面这边的路就比较难走一点 还有那个0.6公里 往右转 这边的路就是 急上坡 到后面路段就比较难走 没关系,就慢慢走就好了 安全第一 前面还有绳索 不过没关系,慢慢走就好了 绳索是怕你滑下去 可以攀爬 好用 这路也是不太好 转松跑,或者是建议可以 跑那个五龙步道就好了 我不要爬这个 哇,要攻顶了 哇,要攻顶了 哇,太好了 哇 哇,终于攻顶成功 哇,梅峰飙高 五角M 哇,终于攻顶成功了 后面就是那个梅峰三角点 哇,不容易 哈哈 跟大洞山差不多啦 比大洞山好走一点 不过后段的话是 也不太好走 你走到梅峰之后 如果想要往五龙步道还是 出指尖山的 一个往右,一个往左 就可以到了 好,我是建议说 你如果 想要轻松走 走五龙步道就可以了 往那边的路 比较好走 往这梅峰的路 后半段 是比较难走一点 好,前面的话是 还好 刚刚啊,这边都是卖那个梅峙鸡 啊,如果 台灣那个步道呢 可以在这边 就像那个梅峙鸡啊 去买个梅峙 不,相当不错 群川梅仔之城 哦,这边 过去又是卖那个梅峙鸡 哦,这边有卖那个梅峙鸡啊 哦,梅峙鸡 整餐啊 卖,卖梅峙鸡了 二层瓶梅峙鸡 天香梅峙 哇 太棒了 我要逛逛看,卖什么吃的 很可爱 看出来 你先推荐一下 看看吧 他有一帆 这个 這也不太好 你如果搭在冰箱就在甘甘 這也不在冰箱嗎 不用,你不要碰到水就好了 不要碰到水就好了 那冰冰箱要怎樣 冰冰箱就沒關係,那冰冰就沒關係 哦 沒有,這... 這冰箱才有很多 冰箱 這... 這冰箱這樣 哦,好啦,沒有冰箱 一個人吃而已,要送這個 我剛那個,買了半斤的梅子,還100塊 哦,這樣子 哦 烏龍梅 哦,因為那個要,等一下,感動車來不及 哦,來不及吃那個梅子機啊 好像說半吃四百 好,一個人吃不了那麼多 那就剛才買這個 哦 梅子來 來吃吃吃看 反正來這邊一定要吃梅子 這個冰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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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 梅子就是 正常梅子嘛 反正說你一定要買那個 那邊名產呢 梅子 好,就試試看 嗯,還不錯啊 當然不錯 以上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 給我再觀看 我 錄前出 介紹哪個旅遊景點 喜歡旅遊的你不可以錯過哦 想要我遊台灣 歡迎 各位訂閱 並開始小鈴鐺 我聽到這裡 我聽到這裡 有一點點 我聽到這裡 我聽到這裡 忍著我 我們就趕快